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課程是光電工程專論 我是電機系的林坤誠老師 這門課可能會開在基電光研究所 這門課主要是三個學分的 我們針對的是光電科技裡面主要的工程主題 當然這中間涵蓋的範圍很大 我們會從中間挑出兩個主要的主題 方式主要是進行互動式的專題討論方式 所以同學必須要準備好跟老師有所互動 這個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我本身剛剛講過是林坤誠在電機系服務 辦公室就在電機系的二樓 那專長是光電原件、光電工程、光電系統、概論、設計等等這些科目 歡迎大家來找我討論 那這一門課它主要的目的是 以目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主軸 其中一項是光電科技 那其實這個課程它涵蓋的面 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廣 其實中間有很多主題值得我們來探討 但這門課時間有限 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比較深入的探討 所以我們會藉由教學式互動的專題討論方式 選定比如說LED跟光纖感測器的方式為我們主要的主題 那針對這部分進行深入的研討 那我們當然是很希望藉由這樣的課程 可以來對國內光電科技以及相關的技術 可以培養一批好的優秀的人才 所以我們學習的目標可以大致上分成三點 第一點 培養學生具有光電工程以及光電系統設計的高級技術人員 也就是具有設計能力的工程師等級的人員 第二個 培養具有光電科技專業的工程師 可以在目前台灣在光電科技相關產業上面工作 第三個使學生具有電子光電整合的專業知識 那具有分析跟設計的能力 我們的學習對象 這門課主要是針對研究所所開設的課程 因此我們都會假設學生具有基本的電子光電的基礎 因此如果有興趣 最好同學可以先修其電機系機械系或者是電子系有關光電相關的基礎科目 那有哪些基礎科目是我們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程度呢 比如說電子學 電磁學 光電概論等等 建議 建議 最好同學可以具備這樣的能力 第一個 學術論文的研讀能力 這是指原文的學術論文 第二個是美國專利的研讀能力 我們特別指美國專利是因為我們希望同學也具有閱讀原文的能力 那當然我們整個課程的主題也會圍繞著這兩個 如果你後面這兩項還不足的話也OK 我們會帶著你來了解如何閱讀光電科技相關的學術論文以及專利 我們提供你最佳的學習方法包括了課前的預習 還有課程中的你如何去學習 還有課後呢你如何進行複習 以及進一步的研讀 在課程預習的部分呢 我們會先指定我們所會用到的美國專利或者是學術論文 讓大家呢可以先進行預習 比如說呢你可能有一些單字 或者呢你有這些主題相關的一些基本知識呢 你必須要先有所預習 那在我們課程在講解的時候呢會比較通暢 那在課程中 我們研究所的課程呢不會一直都是老師一直在講 然後同學呢一直在聽 我們最佳的方式呢是互動式的 也就是說在一個段落的講解之後呢 我們會讓同學呢提出你的看法 那你哪邊是你最了解的 哪邊呢是你比較不清楚的 那我們必須要讓每個同學呢都能夠整個融入在我們的教學活動之中 這是一種參與式的 所以呢在每個單元的學習或者是講解過後 會讓你有練習的機會 以及呢練習提出關鍵性的問題 這樣子研究生的訓練 以方便呢老師來驗證呢你是不是在這個課程裡面有足夠的投入跟了解 那在課後的部分呢我們會再指定延伸性的論文或者是專利 讓你呢再做延伸的學習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會準備教學助理 那同學也可以多在課後呢 再跟其他的同學或者是教學助理來做研討 那以下呢我來介紹一下各週的課程大康 我們總共呢約會有18週的時間 那首先呢我們所準備的主題呢是跟LED相關的課程主題 那在這個主題的部分呢我們會先來探討一下或者是複習一下呢LED的基本原理 所以呢我們為了引起大家的興趣呢 在第一個小單元呢我們來介紹有關LED的Story 那在這裡面呢我們會介紹LED的一個 它進入藍光或者是白光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是一位日本的學者叫做中春修二 那由他的學習歷程呢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LED它為什麼會有突破性的發展 那為什麼很值得呢我們來學習這樣的一個單元 那第二個小單元呢我們會來介紹有關LED的相關知識 那當然呢包括它的它的二極體的基本原理啊 然後它發光的特性等等相關的 以在我們日後的這個專利或者論文研討裡面呢 你可以這個拿捏的更更清楚它的內容 那這部分的學習活動呢其實主要就是屬於研討式的 那我們會有鼓勵同學提出關鍵性的問題 然後呢彼此對就是同學的彼此之間的回應 然後來做討論互相給大家一個評分 不是只有老師給喔同學之間也要互相的評量 好接下來呢我們會選入了三個重要的美國專利 來當作主題 那由於呢大家對這部分 尤其是原文的專利的閱讀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呢我們在我們選入的第一篇呢 老師呢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呢跟大家引導如何來閱讀美國專利 那並且呢會以這個以LED為主題的美國專利呢 來當作主題做比較深入的探討 好那其中有一些背景知識呢也希望大家能夠在第一篇的時候建立起來 那往後呢你再看第二篇第三篇的時候呢就會比較順暢喔 好那評量活動也是一樣喔大家一定要練習進行 想辦法呢提出關鍵性的問題 然後呢給給這個彼此呢適當的回饋 這樣呢我們才有才有討論的空間 好所以呢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美國專利呢它其實呢會延伸兩到三個禮拜 好那讓大家建立一個足夠的知識 所以呢這個部分仍然是屬於在第四單元的時候呢 它仍然是屬於這個美國專利的同一篇 好我們預計花兩到三週的時間 那到這裡的時候呢我們會有一個作業 好是你看這篇論文在study之後呢你的報告 那這報告呢不是說要在要你在兩個禮拜裡面呢 就能夠完全的了解 而是你要練習提出問題 好因為在我們研究生的這個課程裡面呢 不再是有課後的你這個一般教科書後面有很多的問題 習題 好我們要練習提出問題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回答 好也許現在你沒辦法回答 再隔一陣子呢你可以再練習如何去回答它 到了第五單元呢我們就會提出第二篇的美國專利 那方式就會類似那這時候呢同學的分量就會逐漸的增加囉 第六個單元呢也是第二篇的美國專利 那在這過程裡面我們在我們邁入下一個單元 也就是第三篇美國專利的時候呢 同學要慢慢能夠接手老師教的這個工作 慢慢要同學來教自己教同學 所以到了第七單元的時候呢我們就才會再換另外一篇美國專利 那由於呢你有前兩篇的基礎了 你對LED也更加的了解 那這時候慢慢就要檢測自己是否能夠了解說 這一篇技術跟前兩篇專利的技術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如果當你可以特別的說出它的特殊是要改善哪一個問題 或者是要解決怎樣的技術問題的時候 那你就有明顯的進步囉 那在這一個單元結束之後 也是一樣希望同學呢對第二篇美國專利 以及第三篇美國專利呢提出一個Study Report 好 好 第八個單元呢 也是以第三篇的美國專利為主角 但是呢你慢慢你要跟前面的兩篇美國專利進行比較 經過比較 經過比較 你慢慢可以了解出一些技術主題是 美國專利所重視的 好 那我們也試著在裡面呢找出適當的研究題目 好 那 那 第九個單元呢我就要統合這些專利 讓大家做比較以及做review 好 那從這邊呢大家可以有練習呢找出這個 這個 這個技術的發展 尤其在LED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等於說 對前面幾個 或者是說呢對這個大主題LED呢做出整個的 一個全面性的 Survey 好 那到了第九週呢就是我們的期中考週 那我們期中考週呢 預計呢就是每個同學呢 要進行Auto Presentation 每個人要選定LED相關的主題 你可以去找美國論文 美國專利或者是呢這個 呃 期刊論文 關於LED的 以它為主軸 那做一個 做一個報告 包含呢 那這當然一定包含一個口頭商的報告 而且呢你要另外呢你必須準備PPT檔來 就是來運用 好 到了第十個單位就是其中考後的 開始呢我們會進入另外一個大主題 那這個主題呢是以光纖 就是Optio Fiber 然後跟光纖呢要應用在感測器的應用上面 為我們後半段的主題 那我們的模式呢會跟剛剛LED呢會有一點類似 首先呢我們會來介紹一下這個 什麼是光纖Optio Fiber 好那我們會這個 以它發展的歷程的Story呢 來讓大家能夠慢慢的了解 光線是怎麼成型的 它如何呢慢慢應用在通信的領域 以及感測器或者是相關的領域裡面 那 光纖呢它其實 目前最大最多的應用呢是在光纖通信上面 但我們的主軸呢是以這個感測器為主 好那我們就會在這部分呢 為什麼光纖可以應用在感測器上面 這樣相關的背景知識呢 為各位做介紹 那在評量的部分呢 就是也是類似 希望大家能夠練習提問題 那看你的問題是能夠達到多關鍵 那慢慢你這個提問題提久了以後 你慢慢就會了解說 到底這篇文章或者這一次的報告 它的關鍵的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會給你回應 那會跟你一起做討論 好到了第十二個單元呢 那這時候呢我們會指定一篇這個期刊論文 關於這個這個Fiber Sensor的 來當作一個主題 那其他的活動其實都跟LED類似 那我們在第一篇的這個學術論文裡面呢 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一方面引導你如何去看這樣的專業的學術論文 尤其它是原文的 大家對這個它內容的鋪陳呢 還不是特別的了解 那它跟專利的這個內容主題呢 也會有一些差異 那我們都會在這裡呢引導大家來閱讀 好這個這個這個論文呢 我們預計呢會花兩週的時間呢 來做探討 好讓大家對這個這個Fiber Sensor的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呢 或者先到目前為止的發展呢 有足夠的了解 那在這一週結束的時候呢 大家仍然要做一個homework 是你對這一篇的study report 好到第14單元跟15單元呢 就是第二篇的這個有關於Fiber Sensor的 的期刊論文 那一樣呢在第一篇的時候呢 老師會投入比較多的時間來做引導你 那在第二篇的時候呢慢慢呢 會把一些主控權呢慢慢交給同學 那同學呢慢慢可以提出適當的問題 做適當的報告 那這樣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你到底學習到了怎樣的程度 哪邊是你學得不錯的 哪邊是你還可以再 再更進一步的了解的 好所以15週也是一樣進行同一篇論文的說明已經講解 好16週呢我們會有第二 第三篇的這個學術論文出現 好那你經過了前面兩篇 你應該對Optifiber 以及呢Fiber Sensor呢 有基本的了解了 那在閱讀第三篇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欸比較快速 所以呢第三篇的時候 你就要能夠學習到很快的了解說 欸這一篇它到底重點是在哪裡 在大主題裡面找出它的可能有兩三個重點 是它這篇論文主要改進的地方 或者它主要的energy呢是放在這地方 那同樣的在這裡 在這結束的時候呢 也要同學教一個homework 是study report 好這一個呢也是第三篇的學術論文 那在17週的時候 那我們也是要讓大家呢 對這幾篇的這個journal article呢 去做比較的工作 然後去做review 以及發現呢它有沒有什麼未來的工作 未來的研究是可以繼續延伸進行的 這是這個18單元的重點工作 那所有的評量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夠練習提問 練習呢對自己的提問提出解答 也許一次的答 第一次的回答呢不是那麼完整 那你越到後面 你的knowledge越多 那你就可以提出更完整的解答 好到18週已經到了我們的期末考囉 那一樣在這個主題裡面呢我們會規劃大家呢 要針對optifiber跟它的這個有關sensor application呢來做這個presentation 那一樣你要準備呢10分鐘的口頭報告 然後以及呢附帶它的PP檔 那一樣你可以選擇呢適當的美國專利 或者是這個學術論文來做你的主題 好這個是我們這個成績考量的部分 在homework讓大家做這個study report呢 分數呢會占到30%蠻重的喔 再來是上課的道課紀錄 會預計會占10% 然後其中跟期末這兩個報告呢 也會各占30% 那當然呢課程中的活動參與 這也是很好的額外加分的機會喔 在未來學習的方向呢 相關的延伸還有光電系統的設計喔 這個也是將會呢 開在這個基電光研究所的課程 那還有呢光纖通信LED元件以及應用等等喔 那這個都歡迎同學有機會呢 也可以往這個部分呢來做認識 那以上呢是我對這一門課的簡介 歡迎各位同學來選修這一門課喔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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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